这个东西叫做时间管理矩阵 它分成四个向线 左半边是急迫的事情 右半边是不急迫的事情 上半部是重要的事情 下半部是不重要的事情 所以变成了隔出第一向线 第二向线 第三向线跟第十向线 第一向线就是又急迫又重要的事 第二向线就是重要但不急迫的事 第三向线是急迫但不重要的事 第四向线是不急迫也不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的生活中的事情 大概可以分成这四类 最重要的一定要去确认去做的是哪一个 第一向线 因为又重要又紧急又急迫 譬如说什么事情是属于这种 譬如说小孩生病要看医生 这就是什么 又重要又紧急的事 这个被公司裁员 你还赶紧去找工作 这就是越重要又紧急的事情 对啊 可是呢 你要去思考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 它一定是从别的地方跑过来 通常从它也跑过来的 通常是从第二向线跑过来的 第二向线是什么呢 第二向线就是啊 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你人生幸福快乐的关键的事情 这属于重要 通常都是属于重要或不急迫的事情 它包括什么呢 它包括一些 通常是一些预备性的工作 准备的工作 你这样看的话 如果你做事情都没有预宣规划 没有预宣准备 没有先学习必要的知识 等到你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会显得非常的慌乱 所以它就会 你没有做第二向线的准备工作 你就会让你的工作变得很急迫 对啊 所以它就从前跑过来的啊 还有呢 这个预防性的工作 通常是属于第二向线工作 比如说刚刚讲的 生病要看医生 这是紧急的又重要的事嘛 那什么是重要段不紧急的事呢 运动 维持身体健康 早睡早起 吃健康的食物 这些都是什么 重要段不紧急的事嘛 不紧急啊 我今天一天没运动会怎样 两天没运动会怎样 不会怎样啊 可是很久没运动 你会就会怎样 我今天一天吃麦当劳会怎样 两天吃也不会怎样啊 连三天也没事啊 你连吃一个月你就知道了 你可能就很危险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些预备的工作 预防的工作没做 它也会从第二向线 跑到第一向线 第三个还有什么呢 长期的规划 也是属于这个 第二向线的事情 还有呢 这个人际关系的建立 譬如说你要 你被裁员你要找工作了 好急哦 一直在那头履历 要找工作都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建立你的人际关系 你没有建立你的专业的人脉嘛 对啊 哦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中年为什么会失业 其实中年人找工作 没有人在投履历的啦 一定要靠什么 一定要靠认识的人嘛 啊可是你在你的工作的前半段 你完全都没有累积这些认识的人 那怎么会有人帮你接到工作呢 你怎么有办法靠其他人 然后找到其他工作不可能啊 爱在于投履历跟他年轻人的比 人家怎么会觉得说 哎这个人四五十岁要来投履历 到底在搞什么 他人家也不敢用你嘛 所以这是因为你前面的事情没有做 导致你后面的事情很急迫 是吧 还有你为什么会被裁员呢 然后也来找工作很急呢 因为你没有做什么 自我成长 自我学习 这也是什么 第二向线的事情啊 你平常就要学习啊 然后与时俱进啊 然后精进你的专业能力啊 啊等到需要裁员的时候才不会裁你嘛 或者是等到机会来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打落嘛 这都是什么 第二向线的事情啊 所以第二向线如果不做就会变成疾破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拖延 这些事情为什么你都不做呢 因为他不急嘛 不急你就拖着嘛 啊改天再做改天再做嘛 健康检查改天再做 哎运动改天再做 哦看书改天再看 上课改天再看 啊结果呢 就一直会做 一直说他就变成重要又紧急的事情 你就会忙着焦头烂 你就每天都在当救火员 所以你的人生这边起火了 然后这边起火 跟扑面那边有起火跟扑面那边起火 你就非常的慌乱啊 哦这是第二向线的事情 那第三跟第四向线呢 它是属于下半路的 是不重要的事情 这个呢基本上呢 尽量少做 第四向线最好都完全都不要做 第四向线是又不急迫又不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哦 这是一些的这个享乐性的东西啊 哦这个东西不做 比如说看电视就是属于 又不急迫又不重要的事情 有的人会觉得很急迫啦 因为有什么 因为今天不看哦 八点档不看就过去了 可是也不急迫啊 为什么 因为现在八点档都是哦 晚上八点做 啊 十二点重播 啊 隔天下午一点又重播 然后礼拜又又会重播 周间的五集 连着播 那这里有什么好感人呢 然后播完一整集之后 过半点之后又在另外一台又重播 这不急嘛 然后呢 你上网上voutube随时都可以看到那个 所以你随时要看都可以 这也不急啊 这不紧急又不重要的事情 看电视这根本就不需要做了 哦 然后重点是在这个第三向线 第三向线呢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大备在上面 为什么 因为它急迫 然后呢 可是其实它不重要 你可以不用做的 通常第三向线是 对别人来讲很重要的事 对你来讲不重要 老板就会说 马上帮我处理这件事情 我怎样怎样怎样 好急哦 这样子 或是别人突然跟你讲 什么什么事情 我赶快处理 赶快处理 很急啊 可是这件事情 对你来讲并不重要 它是对别人来讲很重要的 这件事情要慢慢的怎么样 减少 所以重点要看上面 而不是下面 那 所以你可以知道 虽然我们要先做的是第一向线 可是 我们最花 应该花最多时间做的 应该是什么 第二向线的事情 然后它们都属于重要的那个栏位 而不是属于不重要的栏位 好 那 来讲说 为什么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这一个 这个 这个 做法 叫做多做 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 原因就在于这个 叫做 急迫感 除了说 急迫感会造成我们的压力 然后我们会想要赶快去解决这些事情之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急迫感也会造成你长期忽略 不急迫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当有一件事情很急的时候 然后呢 你把它完成了 这个其实是一件呢 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突发状况发生了 然后你手忙脚乱 可是你最后把它做好了 有个工作期间快到了 然后你这个两天没睡觉 把它赶出来了 最后一刻交出去了 然后终于完成了 这种感觉呢 其实有一种 完全发挥你的潜能的那种感觉 然后做完之后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比如说你最后三天在熬夜的过程里面 你会觉得你的 你说到那个刺激 你的力量被激发出来 你潜能被激发出来了 你以前做事情没有这么有效率 然后做事情没这么快 做也没那么好 可是因为这个时间急迫感 让你的能力变得很好啊 然后呢 后来也完成了嘛 所以你很有成就感嘛 想说我用三个月要 本来三个月要做这件事情 过后最后三天完成 你会觉得你自己能力很好啊 那你就会得到一些增强 然后呢 你以后就会怎么样 继续重复这个生活的模式 重要的是你不做 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眼睛到最后变得很急迫之一 那我刚刚把他做完了 一直抱我脑脚 哇 完成了 哇 好快乐哦 我们这种快乐的感觉会上瘾的 这就是急迫感带来的问题啊 对 所以这是要第一个克服的 如果你要 科伟说他的时间管理法 叫做第二向限时间管理 就是你要多做第二向限的事情 如果你要去做第二向限的时间管理 第一个你要克服的就是急迫感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 注意要注意的就是呢 你时间的这个急迫感呢 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呢 时间的匮乏感 另外一个叫做呢 这个客观的时间匮乏 第二个客观的时间匮乏就是你真的时间不够用 那个叫做客观的时间匮乏 那时间的匮乏感 匮乏感是你觉得你的时间很不够用 这叫做时间的匮乏感 这两个都应该要避免 这两个东西都一样会让你落入你的左半边这一边 然后或者非常这个 非常这个品质量低的生活 对啊 你觉得你自己使用的瓜明都很敢很敢这样子啊 对啊 或者是客观的时间匮乏都会让你落入到左半边啊 这两个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个重点是呢 这个 第一项 我们说要多做第二项线的事情嘛 可是第一项线代表好不好呢 第一项线并不代表不好 如果你都要做第一项线的事情 重点是你要去区分 第一项线的乘一 是因为呢 他很急迫 才让这件事情跑到第一项线去的 还是因为他很重要 才让他跑到第一项线去的 通常呢 如果是被第一个 因为急迫而跑到第一项线去的 通常你是属于被动的状态 有可能你拖延了很久 有可能你之前都不去做第二项线 所以到现在不得不做了很急了 所以他跑到第一项线来了 你是被动的 可是如果你是因为他很重要 然后主动 把这件事情归到第一项线来的 那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嘛 对不对 譬如说 各位同学如果很重视呢 我们每个礼拜二在这边上课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很显然的 是属于第二项线的事 为什么 因为他不急迫嘛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 变得很急迫 可以啊 你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我每天每个礼拜 礼拜二都要在这边上课 所以当今天你前面工作没有结束的时候 你也会感觉很急迫 为什么一吸眼要来这边啊 就很紧急啊 可是这件事情是因为 你把它视为很重要的事情 所造成的急迫感 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拖延了很久而造成急迫感 像我刚讲的生病啊 被裁运啊 这些事情而造成的急迫感 所以如果是这一种 下面这一种的第一项线 那这个是好的事情 少了一个字 第一项线 那这个第一项线就是好的 你就可以去多去做它 所以我们再来看这边的箭头 第二项线的事情 都变第一项线有两种 一种是拖延 一种是什么 你主动把这件事情变得怎么样 很急迫的 一定定目标 我每天一定要看 每个礼拜一定要看一本书 或每个月一定要看一本书 啊时间快到了 我还没看完 这件事情就很急迫嘛 你就赶快去看嘛 对啊 那可是事实上 它并不是真的有那么急迫 是你自己把它变得很急迫的 因为你觉得它很重要 那这个第一项线就是可以接受的 好这是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呢 第三个重点就是呢 你要从 第三项线 找时间 所以你要多做第二项线的事嘛 那你时间从哪里来 不可能不做第一项线的事 哪来做第二项线嘛 因为第一项线又重要又紧急嘛 所以第一项线时间动不了 所以你应该从哪里动呢 你应该从这个 第三项线这边把时间挪过来 为什么 因为第三项线是很急迫 可是其实并不重要 啊那个急迫感 让你会想去做这些事情 可是其实你不用做的 譬如说什么事情呢 譬如说 那个打电话 然后呢 Email 收Email 看报告 参加呢 一些呢 这个公司的会议 或参加一些呢 不重要的这个 研讨会 或参加一些这个 一些迫在媒介的集市 不符合别人期望的事情 这些事情呢 感觉都很急迫 可是其实并不重要 应该少做 拿来做第二项线的事情 啊第四 为什么不是第四项线 因为第四项线根本就不要做 知道吗 所以你这个最好是不要做 然后把第三项线的事情 多移过来 好 再来呢下一个重点是 如果你深陷在第一项线 怎么办 就是你所有的时间 都拿去做第一项线的事情了 你根本没有时间来做第二项线啊 对啊 那怎么办呢 就是呢 你应该是啊 去 处理第二 第一项线 我直接写这个 就是第一项线 处理第一项线的同时啊 要反省 其成因 有件事情交头烂耳 然后又重要 你就把它处理完 处理完之后 你一定要找时间去回想说 这件事情我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样子呢 是不是我有一些准备的事情没做 是不是呢 我平常都不重视健康 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 然后你就要把这些事情列入你的第二项线 你就要开始去做了 同时处理第一项线的同时 你要去反省 如果你没有反省的话 那你就永远都要处理第一项线事情 然后你这个模式就不断的重复 对不对 所以重点是你要把你那个生活的模式给把它改过来 这个是第一项线 再来就是 第二个就是你要去区分 第一项线跟第三项线 这三个很容易搞混 因为只要有一个很急迫的事情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它很重要啊 你把它做啊 所以重点是 如果已经是很急 你一定要问自己说 到底是重要的事情 还是第三项线不重要 它只是急而已 如果真的是它是第三项线的 必要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拒绝它 或者是这个把它放掉 比如说接电话这些事情 就是一个很不必要的事情 对啊 如果别人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联络你 它一定会用其他方法 可以研究到你 通常打电话联络到你的人 都只是为了怕麻烦 他不想要写email 他不想要传简讯 他不想要 然后呢 他有一件事情 其实他稍微查一下之下 他就可以找到了 可是他怕麻烦 他就打算给你 诶那个哦 上次你讲什么什么 可不可以再跟我讲一次 你就跟他讲 那你的工作就被打断了 可是事实上 他只要稍微找一下 上网稍微查一下 他就能够查到 那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可是对他来讲很急迫 你的事情 你的时间就被他弄走 所以这些事情 根本就不要做 手机直接关机 或是转静音 都不要接 一天 比如说工作了上午 就全部转静音放在旁边 中午休息的时候 拿出来看 会一定要一件 午通 看谁要回的 谁不回的嘛 我就这样子而已啊 对啊 你就花五分钟 就把那些本来 每隔三十分钟 来打扰你一次的事情 你五分钟就把它解决完了 所以这个就是 那个 升线第一象线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这个一一不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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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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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